4月18日 北京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灾 截至4月19日9时 已有29人遇难 其中26人为住院患者 一名护士 一名护工 一名患者家属 4月19日 中心社记者采访长丰医院附近目击居民得知 火灾发生当天下午1点多 有多人通过起火楼洞外墙空调外机尝试逃生 现在来的消防消防上烹饰 我看见楼正背面 好多人都在空桥上面扒着 他从窗子上过来 因为屋里有烟 他那个住院部有十层高屋 最高的一个女的 在空桥上面抓着人 看很危险 人家都是赶快去不救 几乎那个消防战士 有那个福气 我还去把他救下来 几乎那个楼背面那个空桥上扒着人 都是消防人的 被救下来 赵先生表示 附近居民肉眼可见的明火 持续近一个小时 将近一个小时 那个消防制反正一直没走 因为它明火负面了 还有暗火 他一直去救护车就从这儿去排到那边去 据4月1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当天共调派30部消防车 29辆救护车到场处置 13时33分明火被扑灭 15时30分现场救援行动结束 在整个灭火救援行动当中 共疏散转移患者 医护人员及家属142人 经初步调查 事故系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 施工作业过程当中产生的火花 引燃现场可燃涂料的挥花物所致 事故的具体详细原因和损失 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之中 共转运伤员71名 截至4月19日6时 71名转运伤员中 在院治疗39人 出院3人 死亡29人 在院治疗39名伤病员 其中危重3人 重症18人 病情平稳18人 发布会上介绍 目前公安机关已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刑事拘留该院院长副院长等12人 北京市丰台区也已成立专门工作组 与患者家属开展接待安抚和沟通商谈工作 督导长丰医院做好善后及陪付工作